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多多少少影响市场的波动 如果马币要持续走强的话 其实我们就需要更多人的买入马币 不管是我们的股票 债券 还是房地产等等这些资产 我们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融入 值得一提的是 我国的10年国债收益率 其实在今年为止已经跌了将近10% 也就是说马来西亚国债的债券其实涨了非常之多 而外国投资者的持有比例也是相较于2022年年末 其实也稍微上升了 目前来到差不多23%左右的水平 那这显示其实是有资金回流的一些迹象的 那加上其实美元对令吉的汇率 其实今年也只是在上升大概1%左右 那美联储在接下来的日子 只要不要重复2022年那种激进的升息方式的话 美元就不会这么的强势 而在外国许多美元就要寻找新的投资地点 来作为一个汇率缓冲 那其中来讲亚洲甚至包括马来西亚 就可以从中受惠 而这个星期五我们将会宣布 今年第一个季度的GDP数据 那就会揭露到底我们能不能够 持续的得到外资的青睐 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也必须要 让这些外资能够重拾对我国政治稳定性的信心 那当这些因素都凑齐的时候 那我相信马币可以持续的稳住 甚至可以进一步的走强 那我们说完了令吉的表现之后 也要来聊一下美股的表现 那随着美国四月份的就业率上升 来临星期三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也预计会放缓 这两大因素会让美股表现 蒸蒸日上吗 子伦你认为 我觉得美股的表现将会是 比较一个混合的状况 因为要持续走强是也是有点难度 因为美联储升息的时候 在去年的所有的升息举动 已经让企业的营运成本上升很多 不会再出现那种 前景一片大好 投资者随便买都能够赚钱的状况 这样的一个契机已经不存在了 甚至可以说许多美股新手 在之前享受的横财也不会再出现了 而且目前来讲 市场普遍认为美国标普500的企业 将在今年的总体盈利 会下滑大概1.2% 要么如果企业预期 他们预期自己没有办法赚更多的钱 那留给员工的财富自然也会减少 这样的话 所有那种非必要的消费 可能也会压缩 比如说美国人不会在 每一家串流平台 那种streaming platform 都会有所订阅 对价钱的调整 也会更加的敏感 这一切到最后 就会反映在公司的业界跟股价上 所以我们觉得美股要走强的话 目前来讲要克服这个难题 然后再加上美股本身的本益比 虽然讲说已经是来到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 相较于2020年 但是也并不是属于一个非常被低估的 因此再加上我们在看到其他一些指标 比如说道瓜收益率曲线 那其实我们会认为美国很有可能 现在进入一个硬着陆或者是衰退的阶段 那目前房间来讲 可能是一个在五月效应 就是效应may and go away 但是从历年数据来看 并不存在这样的规律 不管是美国 日本 香港 新加坡 包括马来西亚 这种月份的那种会一起跌的 在五月就会跌的这个规律 其实并不存在 比较多的可能是一月到三月 甚至是八月到九月 这就是我觉得对美股惊奇的看法 好的 非常感谢子伦为我们带来的精辟分析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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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